人家毁谤我可以 我不能毁谤别人 自他复患嘛 这是修行的功夫啊 是我们密教的这个集天讲的 师尊本身来讲 我也是不要面子 这里有一个面子的笑话 有一个小宝的妈妈 正在家里 她在忽面 做那个面膜啊 贴面膜 以前这个我们出去 印度旅行的时候 连池上师啊 常常给连庙上师啊 这个连池上师半夜爬起来 上一号 回来呢 他跟连庙上师啊 他两个人住一个房间 他还看到连庙上师 他下了半夜 他还愿意到白武场 因为连庙上师啊 他说 连池上师 半夜起来上一号 回来到房间里面 一看到连庙上师的脸 白的 非常的苍白 像一张纸一样 我看他 哇 哇 而且没有眉毛 没有 没有鼻子 只有嘴跟 一个眼睛而已 他吓得用爬的 原来连苗上师 晚上睡觉的时候 是用面膜 忽面 只是过去印度 这个旅行的事情 这个小宝的妈妈 正在家里做面膜 面膜 刚涂成一张的大白脸 大白脸 突然之间有人敲门 这个她的妈妈 她就喊 这个 六岁的儿子 说你小宝啊 你赶快去开门 现在呢 你妈妈 见不得人 见不得人 你去开门 这个刚好是邮才挂号信 她一看到是小孩子 六岁的小孩 犹才就问小宝 你爸爸妈妈呢 她说我爸爸去上班 那你妈妈呢 我妈妈正在做这个 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妈妈正在做 见不得人的事情 那师尊啊 是不要这个脸 脸的 不要这个脸 我以前还有用一点 脸 擦一下脸 回到台湾 我发觉没有用 为什么呢 在美国擦一点脸 因为天气冷 差一点脸 保护 回到台湾 我就变成不要脸 因为台湾的天气这么热 常常冒油 那干脆啊 用水 冲一冲就好 这个脸啊 不管了啦 有人讲说 师尊这个脸啊 在台湾啊 会被晒黑啊 有紫外线啊 要防晒啊 要擦防晒油 我说算啦 年纪也大啦 不要脸了啦 师尊是永远见得人的 任何一个时候 Anytime 永远只有用水才洗 连肥皂也不用 连肥皂也不用 就是用水洗脸 什么都不用 怎么老 管他怎么老 也不管了 向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六祖讲啊 不能常常去侵视别人 自他复犯 教大家啊 今天这个很好 你要为别人想 不为自己想 师尊的脸 不用 不要 师尊的名义 不要 师尊的身体 不要 师尊的生命 不要 师尊的所谓财 不要 你还要什么 全部放下 这样子会吗 这样子会吗 这个无我啦 我为的是众生啊 为的是所有的圣地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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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